选前之夜 川赫阵营继续在摇摆州最后冲刺 川普一天跑三场 家族总动员 赫锦丽宾州造势 向在办巨星嘉年华 女神卡卡自弹自唱 用歌声加持 天后Katy Perry也感性催票 一身白西装的欧普拉 带着十名年轻手头族 强势登场 除了重量级嘉宾驻镇 明星也拍广告立体 演员歌手名嘴大咖总动员 根据NPR PBS选前最终民调显示 贺锦丽以百分之五十一超前川普四个百分点 与二零二零年的封关民调几乎一致 极限拉扯的选战中 一位美国史学家声称 他根据十三个重要指标数据 在过去四十年间 审准预测过九届白宫新主人 这回他认为会是贺锦丽胜出 白宫谁当家 连最夯的泰国猪如河马弹跳猪 也来凑一咖 最后他吃掉写着川普大名的水果盘 全球风霉雪空前胶着的激烈厮杀 即将见真章 暂地新闻 柯雅涵报导